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12月27日 这是今天上传的第三个视频节目 那么来谈谈疯狂网的一条消息 疯狂网是中共在海外的一个宣传阵地 我不怎么看 但是有的时候他还能刊登一两条好的消息 今天算是一个例外 有一条消息讲到什么呢 讲到说是这个恩石州纪委 监察委 披露 这个恩石州公安局一个副局长叫范荣 说被算开了 而且一交司法要逞出了 说他这个是这个黑社会老大的保护伞 原本公安局应该是秉公执法 抓罪犯 就没想到罪犯不但不抓 而且成了他一个保护神 而且收受贵赂 说是范荣呢 干预插手司法活动 收受财务 数额巨大 冲吞公款 数额巨大 用三个巨大 你可以看出 用两个巨大 可以看出他的犯罪情节 极其的严重 那么根据这个报道 那么根据这个报道说是 这个他呢 这个充分的利用手中这个便利条件呢 帮助一个这个当地的啊 黑社会的这个组织黑社会这么一个老大级的人物 大哥级的人物啊 这个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了 说是这个2012年的时候 说是12月24号啊 2010年12月24号 说是为了这个讨要这个赌债啊 说N时期的男子啊 叫严金呢 严金是个黑社会老大 和一个任母我姓任的人 两个人在街头就 吃着刀具啊 就干起来了 结果呢 双方每个人都身中素刀啊 打的是最后不可开交 最后这个任母当场就死亡了 这个严母呢 也受了重伤啊 按道理讲 这个案件不论谁有理啊 哪怕就是这个斗鸥啊 打到这个程度啊 如此严重 最起码应当判十年以上 有去处刑 重伤害啊 但是没有想到说严金 因为和刚才讲到这位 就公安局的这个副局长啊 就关系好啊 又保护赛 所以说呢 就呢 获得了这个清刑啊 重罪轻判 才获刑三年半 三年半实际上 就是在这个看守所里待了六个月 那么最后判成一个结尾之刑 那么 结尾之刑还捡了一年刑啊 最后就不了了字了 那么现在这个事之所以 重新拿出来说的事 就是因为2018年啊 上边这个公安部下令要 严打 要打击这个黑社会势力 也要寻找保护伞 所以最后 非常明显啊 这位公安局的这个副局长啊 范荣啊 也是在这个 内斗当中倒退了 一定是新上来的 这些领导不喜欢他 那肯定就拿过去这些 这个犯罪的事故事啊 这个重新进行处理啊 这个事就有点类似一下 最近被网络上炒得非常热的 这个云南的孙小果的案子啊 也是和这情节大同小异啊 我没有做评论啊 为什么因为这种情况太多了 本人在监狱里复刑 五年零一个月啊 看的听的太多太多了 根本是见怪不怪了 所以说有些读者 忘了不了解 中共这个司法的腐败啊 还感到很新奇 实际上你真正深入下去啊 类似情况啊 可以这样讲 比比皆是啊 这种政治体制造成这个 公奸法司啊 全面的坍塌和腐败啊 抓人 判人 杀人 放人 减刑 假释 里面都充满着什么呢 充满着黑金啊 都充满着行贿受贿 给抓人这个行业 当成了一个生意啊 所以说很多的民警啊 都有这个 这方面的 不同程度的违法犯罪问题 因为什么 因为公安局是独死一家别武分店啊 他抓了人之后 那么按照公安局的体制啊 公安局有一个叫监管支队啊 是一级叫监管支队啊 现一级叫监管大队 那么每个这个下边都有看守所啊 你抓了人之后肯定就要 被抓的人 家属和朋友 就要托人啊 这个去这个疏通关系啊 给一些照顾啊 或者是重罪情判啊 或者打听案情等等啊 由于中国这个民间的这个社会风气就这样吧 你求人办事你不可能空着手啊 就包括我在内现在办事 你也得表示表示 就是说特别重人情啊 那自然而然就要请客送礼啊 礼送到一定的程度就变成什么呢 巨额献金啊 就随为发现犯罪了啊 如果说送在小礼啊 人子常请 过分就出了问题 关键是什么呢 这公安局的这个副局长手里的权力太大了 你想这个范荣 他肯定是副局长这个位置上 负责什么呢 监管这一块 监管这一块最有权啊 这是个体制的弊端 那么他管看守所呢 赞然卡拉索人民警 有上级领导交代 那肯定对这个在压犯罪嫌疑人 就为什么呢 就送一些这个疏通一些关系啊 这个泡泡情报啊 那么送点好吃的 然后串通案情啊 定力攻守同盟啊 等等啊 这方面情况太多太过多了啊 所以说这篇报道当讲到什么 说2018年以来 见识县啊 见识县是一个恩师下的一个县城啊 说公安系统多人被擦压 另有十多名民警 主动到县纪委 监委啊 去这个说明情况 也投案自首的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 涉及到这个严谨那个犯罪 杀人这个案件 这个民警啊 不仅仅是一个人 是一个常态 而且是一伙人的 很多人都这样做啊 那么有些人可能不认识这个严谨 在而然和这个关系 案子没有关系 只要认识 都想从这个案子当中啊 去通过送人请了 摸得一些好处啊 所以说一抓就抓了十多个人啊 那么这个范荣 都东窗事发 这次派的一次比较重啊 那么而且这里披露什么 就是看守所这些民警啊 这个特别是公安局 这个副局长啊 还有副局长叫杨学林啊 还有看守所的这个所长汪大勇 说这两个人都收收 这个严谨的费路啊 在明知严谨没有换空洞性肺结核的情况下 说亲自把这个严谨提出去啊 带到医院里办了虚假证明 这种情况本人过去也听到很多啊 包括在监狱里面 有一些这个民警收收人钱之后 就可以给一些犯罪嫌疑人啊 或者犯人呢 伪造病例啊 那么医院那些那些所长啊 医院里的院长 加上那个医生啊 收了钱 也就往往就掏 往往就是这个 一化结物啊 虚假的 这个出示一些证据啊 然后就办理 这个监外执行的手续 或者是保外救援等等 这种情况大量存在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主要是体制出了毛病 并不是说一擦一擦 抓公安干警 你想这位叫范荣的 这个公安干警也了不起啊 在公安战线上干了26年 应该是这个平行眼论啊 肯定是他在这个 当民警 就到副局长的过程当中 还是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包括抓罪犯啊 这个保护老百姓的安全 你不能说他每天都在干坏事 我相信他做了很多好事 但是你看 在这个严禁这个案子 一旦出了事 这26年就白干了 算开了 什么也没有了 过去是什么呢 你在位的时候 把所有的权利都给了你 你一句话 就可以把这个 应该判这个 十年以上的重罪的犯人 放行 你没有了权了 你可能明也没有了 你也没有了 家人也得倒霉 所以这个政治制度 的确是不公平的 那么解决这个问题是 这关键是什么 不是就更多的抓人 也不是一次次搞政治运动 我认为还得进行什么 这个司法体制的改革 你比如说我出个小点子 倒不是大的改革 你这个看守所过去是在 公安局这个监管 这个支队啊 这个领导下 一般来讲 市一级要支队啊 这个县一级呢 县区就要大队 他们下面都有看守所 那么你以后变一下 就是看守所 转到这个全国人大 都有司法工作委员会 委员会管理不就行了 也比现在啊 就公安局这个 一干了场地要好 为什么呢 公安局自己抓人 你想自己压人 那肯定是这个权力太大 很容易造成覆盖 如果是这个人大 管这个看守所 那么你公安局 即使走后 也得必须找人大 去找这关系 那至少人大 虽然也是公安党领导 但毕竟是另外一个部门 说不定人大 某一位这个 负责这个司法工作的啊 委员会工作的人 坚持原则的 那可能就好一些啊 也就是说 至少这个犯罪 这个空间就要挤压的小一些 要从制度的变革啊 怎么能想办保护这些民警 使他们免于啊 就是利用手中权力啊 这个腐败啊 堕落啊 最后成为这个 这个接下囚啊 你想干了那么多年 26年 实在是不容易啊 到最后变成这个 监狱的囚徒啊 到了监狱了以后 这个局长到那里以后 由于这个制度不变呢 同样社会风气不变 还在起来送你啊 原本家里都已经 财产查封了 没收了 太太小孩也是个 这个连苦带交的 什么都没有了啊 但是为了这个 这个先生啊 这个这个丈夫的 这个减刑啊 假释 可能还要送礼 请客送礼 这样就循环往复 变成了一个什么 一潭死水 黑水 脏水啊 越搞越黑啊 搞的什么 这个最后啊 这个得罪的人非常多啊 树敌非常多 你想过去这个公安局 领导盖尔布 那都是整别人的 现在突然间 变成接下囚 被别人整啊 你看今天奉号 罗列的啊 就去年以来 近视线公安系统 被查的人员啊 你看就这么多 这么一串名单啊 包括什么呢 包括政委啊 公安局的政委 恩石州公安局的副局长啊 还有恩石县公安局 政治处民警啊 党委委员 副政委啊 110指挥中心的民警啊 花瓶派出所的民警 等等就不讲了 太多了 你想这个案子 涉及到这么多 为什么不思考一下 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啊 做点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司法体制改革的问题啊 所以说我老江 看到这个新闻啊 并不是看热闹 真为你们着急 赶快想一想 坐下来 一块谈一谈 找到人大 正邪 这些民主党派啊 这个真正的 坦诚的上下 怎么能解决 这个中共腐败问题 这个制度的变革 谁个人都能 这个献祭献策 大家能够就 就是致力于 这个民主法治 而不是什么搞街道 这个 今天整这边人 明天整那边人 最后连这个国际行政组织 这个陶子主席啊 这个孟宏伟最后都 唱着街下球了 搞得全世界都唱着笑话 看成了笑话 就是不改啊 这个鱼木脑袋啊 这个花岗烟脑袋啊 硬上加硬啊 但是不断地制造这些臭闻啊 所以严重地损害了什么呢 公安的形象 你说公安原本都是这个执法 秉公执法 最后变成什么 变成这样 伪造这个虚假兵力的啊 这个不值个手段 没有任何底线呢 将敛财的 靠抓人的 敛财放人的 赚钱的这样一个群体 所以说再不改啊 真是啊 这个没有机会啊 已经烂透了 这说明什么 中共极权统治啊 有鼎盛走向衰败啊 就是有点类似一下 就国民党 当年啊 逃往台湾之前 那种腐败情况了 比那个 有国子无不及啊 更厉害啊 所以说 这也是 可以这样讲啊 难以避免的啊 一场大革命来临前的 一个正招啊 那么 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再见